一个外形简单的塑料制品 竟然是厨房发明姐的 第一个食用新型专利 粘在这个锅底下烧焦的这个部分 很轻松地就给推掉了 手动灌香肠 它又有哪些妙招 一分钟不到的时间 王太姐已经灌了这么长了 来给我们展示一下 去枣壶的新发明 究竟能不能转化成产品 敬请收看走遍中国 厨房发明姐 讲百姓身边事儿 看中国新变化 欢迎收看走遍中国 我们在平时的生活中 总会遇到很多的家务难题 但是有这么一位家庭主妇 他不仅能够轻而易举地 解决这些家务难题 而且还把发明各种厨房神器 变成了自己的乐趣 在六年的时间里面 就获得了四项国家专利 大伙都管它叫做厨房发明姐 我手上拿的这些呢 就都是它的发明 外观看上去特别的简单 但是据说非常的方便实用 一位家庭主妇 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发明 他又是怎么对发明着了魔的呢 为了验证这些发明的实用性 经过打听 我找到了这位厨房发明姐 王健慧 初次见到王健慧 我发现她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特别 我听说这些都是您的发明 具体是做什么用的呀 他们用的多阵的 你过来看看吧 我带着满满的好奇走进王健慧的厨房 发现她的厨房里摆满了各种奇奇怪怪的厨房用具 这些都是做什么用的呢 我给你演示一下你就知道了 好嘞 在家里炒完菜吧 经常包锅 锅里边放水 然后用它贴着锅边这么刮 刮几下就能刮干净 那这个手会不会要使很大的劲才能挂干净 不用 要不您试一下 轻轻的一刷就可以 就这么轻轻一推画个圈 对 粘在这个锅底下烧焦的这个部分 就很轻松的就给推掉了 对 而且它刷完以后脏东西在表面上 不像平常用钢丝球刷的话 刷完锅像这种脏东西都到这里面了 因为它有些缝隙很容易进去一些造东西 刷下来的东西 不仅能够很容易把锅刷干净 还解决了锅刷不易清洁的难题 这个看上去提貌不良的塑料制品 就是王健慧的第一个发明 一节锅刷 而这个本来为刷锅做的发明 还有另外一个意想不到的用途 朋友试用刚开始的时候 试用刷锅好用不好用的时候 他正好买了条鱼 平常用剪子刀子不好使 然后鳞片剪得满身都是 这个没事 这个挺好刮 这样成片的 要是用剪子刮的话 都一片一片地剪到哪都是 这边还有身上都是了 对 那这边上的鱼鳞好刮吗 边上的鱼鳞用这边刮就行 这样它就到这里也不会跑 刮得很快呀 咱们刮了一下 这整面的鱼鳞基本上都已经被刮掉了 对对 当时朋友一说能刮鱼鳞还特别好用 我特别开心 第二天我就买了两条鱼 回家一试特别好用 是吗 比你想象中的还好用吗 是 鳞片也不见 一刮一大片 鳞片不外见 一刮一大片 对 连广告词都有了呢 用锅刷刮鱼鳞是王健慧发明一节锅刷的意外收获 除了锅刷 王健慧还拥有其他几个小发明 都已经申请并获得了实用新型专利 手动榨汁器可以轻松地擦出水果泥 而且清洗方便 包力器身形娇小 但是只需要三秒钟就能包出一颗完整的栗子 他的这些发明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简单实用 特别受欢迎 他的第一个发明一节锅刷 就在网上卖出了八千多件 王健慧有一个习惯 每次有新发明都会去人流很多的地方找行人试用 最近他又有一个新发明想让大家试用 社区这两天要举行一个便民服务的志愿活动 他早早报名参加了 不知道他的这个发明能不能得到大家的认可 我现在就在这个举行便民活动的小区里面 场面还挺热闹的 我们快过去看一眼 王大姐 忙着呢 是 你现在正在干嘛呀 我想给大家教那个 自己在家做灌香肠的小工具 然后也让大家体验一下我的小发明 看看哪种好用 他们平常用什么 然后我现在用什么 这是您的是吧 这就是我发明的灌香肠器 然后我来带来了一个平常大家用的灌香肠机 大姨平常在家试用这种 或者是灌香肠器 我也也做过 对做过 觉得还是极其好用 您是看它变大吗 对 我看它变大 因为稍微带点半极西花 有点 过上还是这个好用 对对 你们都觉得是这个好用 对对 我 没用过这个是吧 没有 那个太简单了 太简单了 还干净 我看来对王大姐心心不足啊 那一会您对王大姐比赛 您用这个 王大姐用她自己发明的 好的 看哪个快好不好 好 王大姐那您觉得呢 您有信心吗 有信心 咱们准备起来吧 只有一根10厘米长的塑料管 外加一个裱花袋 大家似乎对这个灌香肠的发明 并不买账 其实我也心存疑问 两人分别套上肠衣 同时开始制作香肠 这都太烦了 你看这个一挤的出来那么老多 这摇半天了 是 开出来那么一点 这有多少水 差点开始了 你加油 以前用过它是吧 这都出来的 真不错啊 这小同事真的解决大问题啊 简单身体 简单身体 胜腹似乎很明显的呀 胜腹似乎很明显的呀 真的猜 王大姐您这灌好了是吗 对 手口都行 大伙可以看啊 我们刚刚用了一分钟不到的时间 王大姐已经灌了这么长了 来跟我们展示一下 那这位大姐呢 您灌了多长 也这么长 费劲吗 费劲 那您现在觉得这两个哪个好用啊 那个太神奇了 这个太费劲了 太费劲了 您刚刚也一直看着呢 是的 我一开始看吧 这个挺好使的 结果这一比赛看着 这个确实是好使的 确实是好使的 这小发明太棒了 这发明真是挺使劲使用啊 虽然很简单 但是速度非常的快 不仅用起来快速方便 还省去了清洗机器的麻烦 不到一分钟的比赛时间 王健慧的发明 就迅速促获了我们大家的心 我可以教大家 自己在家用水瓶做一个超市 买完饮料喝完的瓶子先别扔 尤其是这种平静长一点的 这个脖子长一点的 然后就把这儿剪掉 然后这块用那个一个不锈干管烫热了 就是咱们的燃气灶烧热了 这个顶滑掉 对一烫然后滑掉 成这个样子 我有一个做好的 因为咱们这儿不可能有火 咱没法演示 就这儿套个锅了 一点都不分事 然后这块是剪子脚 脚完就好了就这样子 然后也是事先把长衣套在这个上面 找一个平常食品袋在一起 这不就跟我这一样的吗 对对 然后这里面装肉 像这样的社区活动 王健慧经常参加 把自己的新发明或者新创意 拿出来和更多的人沟通 获取灵感 听取建议 看来这次的新发明 试用效果很不错 王健慧可以放心的推广 自己的灌香肠器了 王健慧是一位全职的家庭主妇 每天为全家人的一日三餐操心 锅碗瓢盆和油盐酱醋 是他平日的生活重心 那么他又是怎么变成发明达人的呢 这还要从十几年前说起 王健慧原来在一家小公司做会计 2002年公司破产后失业 那个时候女儿刚上幼儿园 爱人每个月的收入也不多 家里的生活一下子变得紧张了起来 在生活比较困难的时候 家里的很多生活用品 都是自己想办法动手做 能够自己动手解决的 绝不多花钱 我发现在王健慧的家里 几乎没有什么需要丢弃的垃圾 瓶瓶罐罐都被收集了起来 像我手上的这个 大姐刚刚给我介绍了 说这是一个挑衣杆 上面这一段是用树枝做成的 下面这一段是用 家里废弃的水管 做成了一个特别结实的挑衣杆 对 那您当时是怎么想着 要把这两样东西结合在一起呢 这是有一天我和老公出去散播 然后发现有一个树枝挺奇特 回家我就给它改造成这么一材 改造成一个OK手势 然后把它穿到这里 就成了一个挑衣杆 而且这个挑衣杆特别的结实 这个还挺可爱的 对 我还有更可爱的呢 是吗 我给您看看我的垃圾桶 这是垃圾桶呢 对 这个是工地废弃的一段PVC管 然后里面放了一个盘子 不锈钢的盘子 对 然后两边拴一个绳子 这样提起来是拎手 放下来就是一个小美女 还挺别致的 家中的很多角落 都充满了王建慧的奇思妙想 废旧的灯泡 装满水 放两条小鱼 就是一件很温馨的装饰品 吃完的椰子壳 简单加工 做成蒙古包 就成了女儿爱不释手的新玩具 不过要做发明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王建慧说 她的百宝箱里 藏着她发明的秘诀 您还藏了一箱的宝贝呢 是啊 这是我所有宝贝发明过程中 做的实验 这么多啊 我看您还进行了分类 这是我的老大 就是刷锅关于林的 看这个挺漂亮吧 但是以前这个太难看 这个也是锅刷吗 对 就是第一次设计的锅刷 有一个螺旋型的边在里面 我以为是边越多 跟锅接触的越多 刷起来越容易 根本不能用 当时做完这个 心里特别难受 和预想中的差很多是吧 差很多 但是我也留下来了 这个是我做出来的第一个 符合我自己设计要求的成品 这上面还有个小纸条贴着呢 王健慧专用一节锅刷纪念版 上到日期08年10月10号 为什么您要贴这么一个小纸条 在上面 这个是我做出来 我心目中它的样子 因为当时特别高兴 终于见到了自己心目中的宝贝 2008年10月10日 第一个发明正式诞生 激发了王健慧的发明热情 从那之后 一遇到用着不顺手的东西 他就想自己来做发明改进 这个是我发明爆栗子的 有灵感的时候开始 这是用顶纸做的 就是用钳子给这个边夹弯了 然后套在拇指上 这样往下一按 但是不太锋利 一个缝纫用的顶针 竟然也被王健慧拿来做发明 看来他真的是一个 十足的发明狂 做成成品是这个样子的 因为间隔要太密的话 就没意义了那锯齿 连锯齿的间隔 这么细的地方都要特别讲究 最初的用顶针做的 到最后的成品 总共花了多长时间 一年多 就一年多的时间 是啊 可见这些发明 真的是非常的不易 大家看我手上的这些 就是咱们这个 包力气诞生的全过程了 虽然看着只是 很普通的一个圆环 但是其中融入了 王大姐很多的经历和时间 我在发明这个过程中 付出了也很多 但是收获很多 但是我爱人和孩子 他们吃苦吃多了 每次做实验 我都要买半斤栗子 然后我很快就剥完 剥完我又不能 一时吃不完 我就逼着他俩吃 那那一年多 他们一直在吃栗子呢 然后吃到看到栗子就想吐 为发明投入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 王建惠用一整本的日记 记录了自己的发明历程 针对小发明的网络调查 每天取得的进展和遇到的难关 都被一一记录在册 我看这句话很有意思 想着等着我花都谢的老大 想着刚刚定下的老二 想着正在完善的老三 在模具制作中的小四 有一种欣慰油然而生 您对他们的称呼很有意思 好像时间久了 付出的也挺多 就感觉他们是我自己的孩子一样 王建惠对每个小发明都视若珍宝 而每次专心研发新产品的时候 都简直到了着魔的地步 看电视的时候 我都演到人家厨房的时候 我都忘了看情节了 什么人物啊情节我都不去看 就专门看他家厨房用什么锅刷 然而对发明如此热衷的王建惠 一开始并没有得到爱人 便服强的理解和支持 一开始不太支持 因为家里资金比较紧张 没有付多余的钱 那现在呢 现在比较支持 为什么 因为看到了希望 还有一份收入是吧 对对对 您平时会和大姐一起弄发明 讨论发明什么的吗 这个我不会 我不会发明 我只会发现 我发现了我爱人就够了 两人一起配合 一个发明一个发现 对 自从王建惠的各种小发明传开之后 越来越多的人听说了 厨房发明姐的故事 甚至有很多外地人联系她 想要购买她的产品 2009年 王建惠在朋友的建议下 开了一家淘宝小店 想让更多的人 能够用上自己的发明 后来网上评价也挺好 看评价也是一种享受 感觉自己的发明 得到别人的肯定了 对对对 那给我也享受一下呗 看一下我这精彩的评价 这边说挺好的挺厚似的 质量非常好 超出期望值 就是有一个评价说 我花五块钱的东西 顶一百块钱的东西用 说您这个值一百呢 刚开始发明老大 一节过刷的时候 我婆婆挺打击我积极性的 她说你这个东西卖五块钱 要在老家一块钱都没人买 我用吹这个 觉得钢子球挺好用的呀 她其实眼花 她看不见里边的脏东西 平常也就那么使 然后后来我就给她念评价 我说妈 我卖五块钱 大家评价还挺好 还感谢我的 现在的王建慧 已经成了网上的生活达人老师 很多人都会想她咨询 各种生活妙招和小发明 在我们交谈时 就有一位网友发来了消息 现在是有人找您了吗 是 她发明了一个小家子 前几天她说效果不太好 用什么材料 我告诉她了 她是了 效果还不错 挺好挺好 我也跟着高兴 她遇到这样的事 有什么麻烦事 我们也互相交流咨询 如果有什么高兴事 我们也都互相分享 都特别不感觉 我先回复一句 好嘞 她想发明一个榨成枝的 对 给您看过吗 看过以前的 不太好用的 然后她说改进了一下 我让她拍个片 让她拍个片 给我看看 就怎么操作的 让她拍个片 发给您是吗 嗯嗯 王健辉告诉我 网上开店要求产品 必须在十个以上 现在她的网店里 她自己的发明产品 有七个 不过她总梦想着 店里的产品 都是自己发明的宝贝 为了这个目标 她正物色新的发明 有一次做枣糕的时候 王健辉发现 去枣糊是一件 很费劲的事 自己也没有 很好的方法和工具 最近她就一直在研究 做一个方便 去枣糊的小工具 为了做市场调查 她带着自己的试验品 去拜访朋友 了解大家的需求情况 我做的最多的是枯原糕 我的二级 你咋去刀花 切呗 大刀切小刀切 我想把这块 不弄成这个带类的 光滑的 就这样 然后就是这块 有一个弧度 不靠这边 对对 就是相当于切 相当于你用刀切的似的 对对对 这个去枣糊挺好实 但是我想在它基础上 再改进一下 看着啊 这么一切 一夹 这么一凝 哎呀 整个你看看 一点都没粘 多好啊 怎么样能够方便 快速地去枣糊 王健辉已经琢磨了很久 有一次她偶然看到 削菠萝去菠萝眼的刀 便萌发了灵感 你再试一个 一刀 两刀 两刀都可以了 然后再一拧 然后再一拧 我发现我比你们都瞧 你看你看你 你蒸的还有点肉 看看啊 你平常那个包糟盒的时候 你都用刀切 你都没想到 我都用刀切的 你都不想找一个 好点用的工具 没想过 我的筋没在这儿 就等着 就等着我发明完了享受 每当遇到生活中的难题 王健辉都会仔细用心琢磨 正是比别人多用的这份心 让王健辉总是能做出 很多有趣的小发明 没想到它们对咬比我还需要 我都没用过两斤枣 然后这么说大家都需要的话 我更有信心把这个做好 每次我发明小工具都是问问大家 看看需要不需要 因为大家的需要才是我发明的动力 每一个看似简单的发明背后 王健辉都要经过反复的试验和推敲 每当有新的发明想法的时候 他都会先去找邻居朋友了解一下情况 考虑这个发明是否实用 是不是真的能够做出成品 有一位老朋友 是他每次有新发明想法的时候 都必须要去拜访的 这位老朋友究竟是谁呢 我跟随王健辉来到了唐山市高新区的 日生工具有限公司 来找他的一位老朋友 不知道这个去藻壶的发明 能不能转化为实际的产品 从第一个开始 每次都麻烦他 老朋友了 对 到了 老公 我又来了 你好 这位就是刚才我说起的侯锅 侯春雨是这家工具公司的责任工程师 两人因为做锅刷模具认识 从此之后 侯春雨就成了王健辉的发明顾问 这回我是想做一个去藻壶 特别方便的一个小工具 那个画了一个草图 这草图自己画的 技术人长 跟以前一样下画的 好多细节没画出来 待会你帮我完善一下 把这块切去 然后是一个圆虎 这块做圆的 这块可以做成圆的 这应该是可以 只不过是你就是你那个枣 现在这个枣 枣有大有小 只不过现在目前这个 这个掌口小点 将来掌口你可以放大 那个新疆大枣比这个大多了 在这块上 将来你这不整个画草图吗 嗯 你这是35是吧 35毫米 将来可以达到45或是50 像新疆大枣那不大吗 将来对这小的省不去 对不好 对吧 你这块上呢 这块上它无所谓 八十 高十了 在这块上 这辅小的弧度这块上 可以给它放大点 哦 放大到一百 二一百 基本上都这样的吧 差不多 应该是想法是好的 那就想做个样品试试吧 嗯 行 将来做模具的时候 看来事情进展得很顺利 我一直坐在旁边 听他们沟通 侯春雨对王建惠的新发明 也提出了很多 具体专业的修改意见 您就大点时间 帮我做做样品吧 行 好 那我先走了啊 我先走了 好 我看你们今天聊得还挺顺利的哈 是 我也没想到这么顺利 就改了改尺寸 然后材质上 他建议用三零四不锈钢 哦 那所以回去还要稍稍做一点点调整 哦 对 他就看着调整做样品 然后不合适 我再改 我们再想量 产品差不多了 这个去藻壶的发明 看来很快就能面试了 这个为发明 着目的厨房发明解 未来一定会有更多的创意和发明 发明已经成为王建惠生活的一部分 甚至改变了他的生活 最近王建惠迷上了骑行和爬山 他还在不断琢磨户外骑行时 比较实用的不太方法 如何戴着爬山手套操作手机来随时记录美景 这些都是王建惠存储在大脑里等待他去研究发明的新产品 其实发明创造不论大小都源于生活中的点滴用心 厨房发明解王建惠还在不断的构思生活创意和新的发明 从一名普通的家庭主妇到大家眼中的生活达人 王建惠不仅用发明改变了自己的生活 也丰富了大家的生活 感谢您收看这期的走遍中国 也期待您通过栏目的官方 微博 微信与我们交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